嗨,大家好,我是大喜妈妈 今天推荐给大家一款适合中老年人戴的这种风雪帽 这个帽子呢,还是在今年春天的时候有一个网友问我要的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过了戴帽子的时候了 所以呢,我当时没有织 那现在织出来这个帽子 希望这个网友能够看到 这个帽子适合中老年人戴 那要是用鲜艳一点的颜色呢 也可以给小孩戴 特别是上学骑车子的孩子都能够戴 因为它保暖 这个位置是在脖子这个地方 然后这是用平针织出来的帽子口 这个地方呢,整个帽身用的是甲元宝针织出来的 织的时候呢,是先圈直织这一块 然后呢,再片直,直这一块 直完这一块以后,再开始直中间这一块 直到这儿就剪针,直到这儿剪针 一直把这一块的针剪完,帽顶就出来了 最后呢,再挑直这个帽口 挑起来的针,直全平针 最后再缝合,在里面再缝合就可以了 这个帽子,我用的针是4.5毫米的针 国产的针号是7号针 用的线是三粒的羊毛链条线 这个线呢,有点粗 是这种线 比正常的中粗线,我感觉还是要粗一点的 我把它打开,你看一下,是这样的,这样的三股 这个呢,就属于比较细的线 比凯斯米是要粗的,这样的三股线 还是有点粗,因为这也是家里的臀线 用了正好二两,也就是这么两团线 我的起针依据是粮的脖子 脖子呢,净尺寸是37厘米 我又放出来三厘米 这样呢,我是按40厘米来起的针 不是粮的头尾,是粮的脖子 只要这个脖子地方呢,够肥就可以 然后,我的小样密度是每厘米两针 所以呢,用40厘米乘以2 就是80针 所以我这个地方呢,就起了80针 到上面也是80针 没有减针,也没有夹针 起针依据就是这么来的 如果你要是脂呢,不管给谁戴 你都量一下,戴这个帽子人的脖子 然后呢,要它肥透一点呢 你就可以多加点尺寸 我一共加了3厘米 我感觉最多加5厘米就可以了 这个帽子适合投围在52到56的人戴 这个帽子稍微宽松一点 戴着会更舒服,也更好看一些 好,下面呢,我就分布演示 每一个地方是怎么织的 好,现在开始起针 普通的单螺纹起针就行 先这样绕两针 把这个针插在这两针的中间 这一针到最后就松掉了 跳出来,这样挂上 然后这个线在底下就从底下插针 再挂上 线在上面就从上面插针 这就是单螺纹起针 起的这样针呢,是一针下一针上 看,在上面这一针就支下针 凹进去的这一针就支上针 好,咱们一般都是以下针开始支第一针 所以呢,就是一下一上 一直这样起,一共起八十针 因为我们是要圈支 圈支的时候为了让它没有豁口 在头尾相接的时候要并掉一针 所以多起一针 要起八十一针 好,就这样往下起 一共起八十一针 好,现在起了八十一针 最后这一针呢 我们绕的那一针就可以拆掉 好,这样是八十一针 把它均匀的放到三根针上 如果你有短的缓针呢 可以用缓针来吃,比较好吃 因为我没有那么短的缓针 直接就这样用四根针来吃 好,就这样把它放到短针上 好,在三根针上以后 要把它摆顺了 这个地方不要扭 摆顺了以后把它这样圈起来 好,圈起来以后 咱们不是多一针吗 这一针就在这儿 就把它给剪掉了 第一针是下针 第二针是上针 最后这一针呢 是上针 这一针是多的一针 所以呢,我们要这样来吃 让第一针从这一针里面穿过 把它拉紧 纸一针下针 就这样吃 然后这两针一起松掉 这样呢,就并掉了 好,把这线都拉紧 并掉以后 第二针再纸一个上针 让第一针和第二针上到这个针上来 这样呢,它没有豁口 好,拉紧就行了 后面呢,就正常的织 不需要织空心针 直接织一下一上就行了 这样一下 一上 好,就这样 一直往下织 这是我们织的单螺纹边 单螺纹边一共要织多长呢 大约织8厘米长 我们回来再看看 怎么样就可以了 一直这样转着圈织 这个线就是起始针的位置 把它系好了就行了 如果你要是感觉还不好系的话 你就在第一针上 把它系个记号扣就可以了 好,就这样转着圈 织8厘米的时候就停下 好,现在已经织了22行了 8厘米了 就这块的距离是8厘米 可以短,可以长 因为这块就是护子脖子的那一块地方 现在要进行片织了 片织是为什么呢 是这个地方要流出13针来 作为下巴那一块位置 这是起始针 把起始针织过来一针 现在这个线在第二针上 就是在这一行的第二针上 然后从起始针往右数13针 反过来呢,就这样把它穿起来 找一个别线 用一个针 穿起13针来 好,这13针就放在这个线上 暂时把它修针 就是打个活节放这儿 先不用它 好,就放这儿 我们这一共是80针 80针减掉13针 还有67针 这67针我们就要织甲元宝针 有的呢,也可以织单元宝针 单元宝针我感觉太厚 因为这个线本身就粗 太厚也有点细 所以呢,我准备织甲元宝针 甲元宝针就是在正面行织下针 反面行织一下以上 是这样织的 那现在呢,就可以换成长针来织 我喜欢用环针来代替长针织 好,这个地方织呢 针号不换 织这个帽子始终都是用4.5毫米的针 也就是7号针来织 用针呢,要根据你的线的粗细来定 那我这个线呢,我用的是7号针 那第一针这样挑下来 全织下针 这一行全织下针就可以了 这是正面行 好,一直把它织到这个地方 好,这就织到了最边下 这个地方最后一针是要织的 好 反面行呢,就是织一下一上 这个下针呢,就挑下来不织 第一针是挑下来不织 然后织一上 一下 就要顺着原先的这个带螺纹的这个来织 一上一下 这样织就可以了 一直重复第一行和第二行的织法 织16厘米长 就停针 好,大家把这16厘米自己织起来 好,现在织这个甲元宝这一段 一共织了16厘米 就从这个地方量 量到这个边这个地方 一共16厘米 不要加这个边 16厘米以后 要把这个帧数分成三份 现在帧上一共是67帧 中间是留17帧 把两边留25帧 好,这是25帧 然后中间呢,是17帧 这17帧呢,要有一个条件 就是这两边的帧数必须是下帧 虽然这一行我们全是织下帧 但是反面行呢,它是织一下以上的 这样呢,你条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必须是单数 不管你起多少帧,它是单数 这个是下帧,这个是下帧 这两边呢,是上帧下帧 都可以 这边呢,也是25帧 好,就这样分完了 现在要干什么呢 我们要织这个帧顶 帧顶织的时候 就是织中间这17帧 织到这一头 就和这一边这个帧上的 进行一个二并移 翻过来,织到这一头 和它进行二并移 一直就是这样织 这边是进行右上二并移 这边进行左上二并移 那这个地方的线呢,就可以断掉了 有的网友说,你不用断掉 你把它织过来 不可以 因为那样花形不完整 所以呢,必须断掉它 好,断掉它就这么放这就行了 那我们重新再加线织 这一行是织下帧 好,这个线 直接这样套上 留这么一点就行了 挑出来 然后下一针呢 这个线要搭在这一根线上 就把它编进去 织一针,编一针 这样绕一下 这样就编进去了 线也不会松 是没有痕迹的,这样编 好 然后往前织 织到最后这一针 把它这样挑下来 放到右棒针上 上这边 这一根针上的 这25针里面 织一针 进行一个二并一 看到了吗 把它也这样 以下针的形式挑下来 然后织一个 又上二并一 织完以后 再翻面 纸织中间的 两边的呢 是要把它并掉的 中间这个地方 该织什么针 就织什么针 那 这一针 就织下针了 第一针 不织挑下来 还是 一下 以上 好 剩下最后一针 织上针 那就把这一针挑下来 从这边呢 再这样一起 织一个 左上 二并一 织完了以后 再翻面 一直这样 重复织 把这两边的针 全织完 这个帽子顶 就织出来了 我再演示一遍 第一针是 挑下不织的 然后 正面行是 织下针 好 这一针 最后一针 放到右棒针上 以下针的形式 挑下来 然后再拾起 这个左棒针来 把它 也放到 右棒针上 以下针的形式 挑下来 然后左棒针 插进来 织一个 右上 二并一 看到吗 这个地方 这一针始终是 下针在这儿织 然后翻面 翻过面来以后 是什么针 就织什么针 那这一个是 上针挑下来 第二针呢 就织下针 看 是织下针 好 这一针呢 再放到右棒针上 拿起这个针来 一起 织一个 左上 二并一 好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呢 就一直重复 这个动作 一直把两边的针 全剪掉 就可以了 最后两边 各剩下一针 这一针呢 因为没有把它打结 把它拉得紧一点 好 继续这样 织这一行就行 现在还是 边上这一针 拉紧 继续往前织 先剪完 左边的 这二十五针 好 剩下最后一针 一起 并掉 好 这根针上 已经没有了 然后再翻面 还是 一上一下 一上 一下 好 剩下最后的两针的时候 把它并掉 左上二并一 好 这样 这个线 是我们开始 断掉的那一根线 这一根线呢 现在也要 断掉它 好 断掉以后 把这两根线 碰在一起了 就把它打个死结 就行了 好 这些呢 还留在针上 这样这个帽顶 也吃完了 另外在织 这个边的时候呢 一定要第一针是上针 第二针是下针 这样 挑针的时候呢 我们就挑这一根上针 然后这个下针呢 就在这 很直的放在这 这样好看 这样 帽身部分就织完了 现在我们要干什么呢 现在我们要干的是 挑针 就是挑这个帽子边 这个帽边的这个挑针 我们这个地方 看到了吗 一个小边 一个小边的 挑的时候要两根线 一起挑 就是整个这一针 全挑起来 挑的时候 四个小边 挑五针 这四个 每一个小边 都挑一针 然后挑完四针以后 第五针的时候呢 就在这个地方 再多挑一针 因为这个帽子 我们这个帽边 是支平针 平针呢 它就很开 它的那个密度呢 没有那么密 所以呢 它松散 不像这样的呢 它收缩 它不收缩 就从这个小边 开始挑 这样挂上线 挑一针 这个线头 也要藏一下 两针 三针 四针 好 挑完四针以后 应该是再往下挑小边 我们不挑小边 挑这两个小边的中间 看到吗 就是这儿 有一个镀线 把它 再挑一针 好 这样就是 四个小边 挑了五针 那这一针呢 继续再挑 好 好 第五针 就上这个地方 我把它扒开 你看啊 看 就把这两个小边 一扒开 中间这个地方 在这儿 有一针 从这儿 插针就可以 好 这是第五针 就一直 这样往下挑 挑到这个地方 有几针 你就支几针 就行了 这边同样 也是这样 把它全挑完 自己全挑完 我们再回来 挑针已经挑完了 这个地方是 挑了三十针 然后把这 十七针 拾起来 这边呢 也挑了三十针 要让它两边 一样多 现在我们是 片支 不是圈支 不要把这 十七针 一次性 挑起来 这十七针呢 我们是要 做银反来支的 每次过来 支一针 每次过来 支一针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这个下巴呢 一般是这样的 如果要是一次性 把它全挑起来呢 下巴这个地方呢 太高 不舒服 所以呢 要分次的来挑 现在挑完了 六十加六十 再加十七 一共是七十七针 这七十七针 正面支下针 反面支上针 就这样支就可以了 好 反面支上针 支过去 好 现在就这样 往上支就行了 支到这边的时候 我再演示 好 这一圈上针 支完以后 那我们要从这 十三针里面 挑一针出来 这样就加过来一针 好 把这个绳可以解开 解开以后 把这一针 挑出来 好 这一针 上针 支完以后 翻面 就支一针 翻面以后 这一针 可以支 引反针 这样就把它 这个线往回拉 拉紧它 这样会没有动 好 后面呢 再支 全支下针 就是正面支下针 反面支上针 支到头的时候 再从这十三针里面 现在还有十二针了 就把这一针 再挑起来支 好 一支支到头 这边支到最后一针 下针 支过来以后 再上这边 这十三针里面 调支一针 好 把它抽出来 这个线 这样呢 这一针 再支个下针 好 支完以后 翻面 又调了一针 现在这个针上 还有十一针 我们也是 拉线 用银反 这样这个地方呢 它会紧致 没有动 好 整个这一面 全支上针 支过来以后 再上这边 挑一针 一共两边 各挑三针 就可以了 中间留七针 就合起来 全支了 好 这样就再往回支 支到最后一针 这是银反的 这个时候是拉线 拉的拉出来两根线 要一起支掉它 好 然后再上这边来 挑一针支 好 把它抽出来 这一针支上针 好 翻面 翻面以后 还是做银粉 拉线 这个时候的银粉 主要是 让这个地方没有动 继续往前支 就这样 让中间 剩下七针的时候 就圈起来了 好 支到这还剩下八针的时候 这是最后一次支 这一针 我都把它调起来了 中间的十三针 剩下最后一针 然后呢 就不用倒过来支了 直接把它全支完就行了 就这样 还有七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好 这样 在正面行就把它圈起来了 然后 一直都支下针就行了 因为还针太长了 只能这个时候再换短针来支了 这一针你看了吗 还是迎反的时候 那个痕迹 要把它 这两个一起支 好 这样就可以了 你看这样迎反呢 这个地方没有动 如果要是不迎反 这个地方会有动眼的 好 一直这样圈着支 大约再支这么一块 现在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 大约支十六行 就可以了 因为要把这个地方是双层的 要把它窝过来 然后再分割 好 自己往下把这十六圈都支完 看看长短如何 好 这个边呢 一共支了十九行 十六行的时候感觉有点短 又加支了三行 这样正好是七厘米 从这个地方量到这儿是七厘米 现在可以了 留了大约有一米半这么长的一个线 找个缝一针 我们要进行缝合 缝合的时候呢 先从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开始圈支的时候 留下的七针 这个第一针这个位置 开始缝 好 现在开始缝合 看到吗 现在这个线呢 是在最后的支的这一针 从这一针开始 是圈支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七针 然后这一针呢 实际上也是在这一行支的 是最后的挑过来的一针 顺着它往下找 好 找到这儿 就是这一针 我呢就用一个针 把这八针 因为一共七针 再加上这一针是八针 把这八针 我把它穿起来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 这八针穿起来以后 就开始缝 这个缝合没有什么技巧 一针对一针 但是不能缝斜了 这个线在最后这一针上 那我们就要找这一针 从下往上插针 这样插 插完这一针 就把它松掉 我是为了演示的清楚 你好找这个针 我就把它给都调起来了 好 就这样拉紧就行 拉紧以后 在上面的这个针上的呢 这个这一针要再缝一下 那就从上往下这样插针 插上 插上就松掉就行了 因为线留的长 把这个拉紧 就开始一针对一针的缝就行了 这个呢 就是从下往上插针 插一针 它就可以松掉了 不需要来回浸两次针 然后这个 从上往下插针 也是插上线以后就松掉 要拉紧 没有挑伤呢 它反而好缝 我是为了让大家清晰 那现在可以把这个针去掉 只要你能找准了 这个针目就可以了 缝的这个领子不斜 为原则 好 然后是这一针 从下往上插针 然后上面这个呢 是从上往下插针 这样 从上往下插 然后这一针 然后再找呢 你看就是这一针 就这样一针一针的缝 主要是找好这个针目的位置 就缝不斜 缝一段以后呢 就转过来看一看 就这样看看它斜不斜 如果斜呢 它就这样扭着了 或者是呢 你找不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把这个针插过来 你这样插过来 一看 就是这一针 看到了吗 再找就是这一针 就这样缝 这是一个笨办法 缝一针 松掉一针 缝的时候要拉紧 一直就这样 把它缝下去就行了 还有这三针 是我们凝反的 那你也是 从这个地方这样 找不到的时候 你就从这个地方插针 凝反的这一针在这 好 就用这种方式 把这一圈缝合起来 就可以了 然后 这个地方的缝 也是从这个小辫上缝 就可以 好 缝完最后一针 看 正好就对起来了 然后呢 再回来缝一下 让它这个地方 更好看一点 好 缝完以后 也可以呢 就先把它这样 打一个结 然后把这个线头藏起来 断线就可以了 好 这样就缝完了 然后这些线头藏一藏 这是我已经藏到里面了 把它搅断就可以了 这样线头都藏起来以后 看把里面也整板整了 没有乱线头就可以了 好 这样这个帽子就完成了 这个帽子呢 其实哪个地方都好吃 可能就是缝合 对有一些新手来说 感觉好像有点别扭 那也不要紧 如果说你不愿意缝合呢 你这个地方也可以织螺纹边 螺纹边挑的时候呢 你就两个小辫 挑三针就行了 挑这个织屏针 织双层呢 是它这个边呢 更厚实一些 显得这个帽子呢 更保暖一些 好 今天的帽子就讲到这儿 家里有老人的呢 你可以置一顶 ρό pendant一旅程 请不吝点赞放修